我是沈克昌 是参加大多美展书法类参赛的人员 我是来自于台湾的南投县 那目前呢 我是正在上海这边工作 疫情这几年呢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跟困扰 所以呢 疫情这个主题也让我产生了一个 创作的一个来源 借由孟浩然这一首诗 向往桃花源的一个场景 让我们在疫情影响跟风控的一个过程当中 能够持续带着有对大自然的一个喜爱的一个憧憬 来希望尽早脱离这个疫情 那我的作品本身呢 除了主题是用立书的方式来表现以外 有增加了一个萧凯的提拔 那是使用凯书的方式 那搭配落款的行草的书的方式 希望能够呈现多元化的一个面貌 我个人认为艺术的表现其实是没有范围限制的 我在上海这边也遇到了一个封闭的管理 那在防疫的物资上面有了赠送了一些水果蔬菜 那我也在水果蔬菜上面进行的创作 同行当中也拓展了我们书法的一个艺术的表现空间 那我认为像藉由这些不同面貌的艺术作品的一个分享 其实扩大了我们的艺术的应用的范围 还有舞台的空间 那对于我们艺术的一个创作来讲的话呢 其实艺术不一定是只有目前比赛所受限的一种条件而已 对于我们的书法艺术来讲 其实它会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变化 那也就是说书法艺术其实它不一定必须局限在宣纸的创作上 在这个材料上面来讲 还是有很多不一定是宣纸类的 或者是尺寸上面可以更大更大的一个变化 未来我也希望说能够再从艺术的表演 表现性的方式来多做一些突破 在不同的媒介上面来进行书法形式的表现 对于这个大多媒展的举办方式 用目前的评审团的方式的组合 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公平 还有客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这个是在这个公正公开的一个评定之下 目前这个有好的一个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这个公平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